一日双塔我们赞恩 基隆市议会联席审查会主席和书平议员 和基隆社区大学教育基金会执行长蔡月龙合作 带着信义区区长吴小慧 孝贤里长庄婉林 东安里长林瑞腾 仁义里长王伯力 义姓里长李王桓 以及邀请网红金灵等人 一行人先到基隆塔俯瞰基隆宇 和平島以及基隆市港美麗的山海景致 再到白米翁炮台参观 同时欣赏三根烟囱地标协和发电厂 同样美丽的山海风光 力推这条旅游路线 基隆灯塔到秋枝塔 总共总长3.7公里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白米翁炮台这边 大概是我们从基隆灯塔爬上来之后 中途的休息站 那这里有一个月老休闲园区 在那边我们可以喝杯手冲的咖啡 也可以看一些我们梁大哥 他在八斗子渔港挑了很多的福球 他自己很精心地把它彩绘成一个非常美的景点 基隆是一个山海城市 是很美丽的城市 那么我们社大就推广这种美好的城市 让大家知道 因为中山区的五条杠 是我们早期汉人最早开发的地方 那从雍正的时代 就各位看那个火号山 那是我们的重要阵地 后来因为为了导入这个航线 我们就是建了两个炮台 一个基隆塔炮台跟那个球宰山炮台 这是对我们基隆的经济 都发展了都很重要的贡献 何树平推荐中途还可以到白米翁炮台这里的月老休闲园区 有需要好姻缘的拜拜求月老 没有需要的人就休息喝手冲咖啡 吃手工桂圆蛋糕 甚至玩玩老板亲自木工制作的步步精心解锁游戏 绕到前面来 对然后就把它多过来对不对 来这里不但有吃有玩 还能见识到园区的环保 特地和太白里办公室 以及太白里社区发展协会合作 利用环保饮笼香 也就是利用蚯蚓来自然分解厨鱼 被分解后的厨鱼水 还可以灌溉花草树木 它这种是专门吃厨鱼的 叫欧洲红蚯蚓 跟我们台湾的一般的蚯蚓不一样 所以说它的大便 就是可以做一个天然的肥料 还有它的那个浓水 就是一个天然的 它还有很多的菌种 可以使空气 像比如说蚊虫啊什么的 我们闻不到的味道 蚊虫闻得到味道 它就自然就不敢接近我们这个区块 产生的这个蚯蚓水 又可以来灌溉 灌溉我们这个一般的施肥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环保的一个事情 那希望就是能够推广到各社区 一方面又可以消除我们的厨鱼 那一方面又可以美化我们的社区 所以说大家可以一起来请教我们梁大哥 补充完体力一行人继续到 球子山灯塔参观 球子山灯塔赞 走上灯塔最高点的观景平台 视野更好 可以俯瞰更广阔的 基隆内港区和外港区 拍照赏景两相宜 如果肚子饿了 还可以到山下高远新春 品尝由中山区和平礼办公室 以及和平礼社区发展协会 融合码头饭和眷村菜制作的特色餐点 不仅让您吃得饱也吃得好 绝对让您感到幸福满满 码头是我们在西岸这边 码头功能很多 他们以前就是做买头的人 就是吃码头饭 我们现在是把它变成健身饭 所以说我们就做个狮子头 跟中国入口咖哩 沙茶还有鱼 还有我们的绽材 就这样 有两种 我上次吃的那一种是码头饭 是那个控肉 加上卤蛋 还有豆干 那今天呢 今天的这个是眷村饭 有狮子头 那还有就是 有非常高鲜的这个石井菜 然后还有我们咖哩 咖哩花汁跟我们的鲸鱼 然后最重要的是 它很好吃的是它的菜饭 咖哩菜饭 真的是古早味 然后我们这个离长 和美离长很用心 那个红豆汤呢 是这个万丹红豆 然后它这个现煮了之后 它还提炼了这个红豆水 可以我们这个消脂的红豆水 可以一起来用 那非常高鲜 然后营养又丰富 贺书萍也希望 基隆双塔旅游路线 借由媒体和网红的行销 可以串联中山区 这几个里多年来 和基隆社区大学合作 展现社区营造的成果 结合在地特色料理 或是创意小吃 整体带动这里的观光发展 活化也活络当地老旧社区 期盼引进更多年轻人 共同回乡发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